好,這陣子會開始為大家逐步交點數 未講的王家馬德里、熱刺的蔡侯萍會慢慢還給大家 另外,今天開始之前,都想講一些台務 昨天直播的時間,打機的時候 有人問我,為何星期二晚上10時 沒有巴打球迷call for win這個直播封煙 可以打電話上來和我聊天的節目 我之前都講過的,我現在再講多一次 巴打台那邊,因為節目正在調整 所以這個節目暫時會停播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是想和我聊聊天的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失望的 我都很想大家想和大家聊聊天 或者大家可以多點留言 可惜近期我的時間都緊絕了 所以複留言的時間就少了 複得慢了些,先說聲不好意思 或者大家想當面談波經的話 也可以來我的網聚 接下來就是有一次的 是這個月的18號 一起會看波,我現場評述 阿仙龍隊熱刺,這樣大家可以來 我當面和大家聊聊波經 或者會OK 主辦單位都會盡量安排 我以後的現場網聚會多些小組討論 即是幾個圍內,我和大家聊聊聊先 那才開波,慢慢收集大家的意見 這樣才會再做直播 好了,講到今場的賽事 就是皇家馬得利和拉斯彭馬斯的西甲賽事 上場波,我都講過了 斯丹面壽基兒,輸給熱刺 我就說盡快贏拉斯彭馬斯 今天他們的陣容來看 首先,我第一個感覺會不會是無風陣呢? 因為有兩個進攻中場球員 包括是亞辛斯奧和伊斯高 打出來,我會發現 其實是反而類似一個4222 或者叫做442的層次 伊斯高今天就很明顯是偏向左邊 而亞辛斯奧就在右手邊 亞辛斯奧會多一點內切進去中間 斯丹可能是故意把這兩個球員分開一點 都見得到,斯丹明白他們兩個是位置重疊,工種重疊 希望大家一人一邊,河水不犯井水 各自在自己那邊做主角 總好過兩個站在中間,好像打小過這樣 三分鐘,暫時我未見到他們有主攻 但是反擊就有一次 由於拉斯彭馬斯現在處於降班的船渦裡頭 所以有搶分的壓力 開球的早段,我們就已經見到拉斯彭馬斯 是有控球在腳的情況出現 結果,在早段就出現了中圈的失誤 就被卡斯米露截住了 在第一時間,交上去找到斯朗做支點 這次他轉身,再送個漂亮直線 是被賓斯馬隊進去的,就單刀附匯了 但是賓斯馬拿的第一腳,竟然是頗差的 他拿回去自己,偏向左手邊的位置 其實他應該要是大力拿去左腳那裡 吃後面的身位,再用左腳撕射軟柱 要是真的拿去右腳那裡 這樣都可以射近柱 但是你拿到中間偏左,不湯不水 對手的門將就容易判斷到你,用右腳就只能射軟柱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是可以過到龍門的 當然,賓斯馬這一次其實也可以拿定主意 打橫傳給左手邊的亞辛斯奧射空門的 4分鐘,亞辛斯奧和伊斯高這場賽事的第一次合作出現 伊斯高左邊落底線,斬高波給亞辛斯奧投錘攻門 用到高波去連結他兩者 明顯就是大家的棋位今天是軟了一些 伊斯高今天比較偏左,我理解 因為要分開他和亞辛斯奧的位置 但是就會令到斯朗拿道和賓斯馬的位置又重疊了 近期王家馬德里也挺麻煩 估得兩個中場球員會重疊 估不到兩個前鋒球員會重疊 如果真的這樣拉邊運作的話 斯朗拿道很可能要多些升到高位做影子前鋒 但是可惜斯朗拿道真的沒有分球的能力 我只可以說,雖然賓斯馬近期還可以踢得 但是我認為斯朗和賓斯馬已經不可以再同時上陣 因為斯朗就已經很少去左邊做陸業的了 就算他在左邊拿球也好,他也是拖過球很久的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在做支點的了 所以兩個支點一起放上去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來到這一刻我都可以總結 黃馬應該是在踢4-4-2 就好像以前斯朗在踢黃馬那時候那樣 前面兩個前鋒魯爾摩連迪斯斯 斯朗左邊內不內就撤入中路 右邊廢高負責做陸業 這樣現在的王家馬德里就看來是 阿辛斯奧就是撤入中間那個 伊斯高就獨留在左邊 這樣當然都叫做最適合現在這一幫人 去踢的主攻方程式 但是都出現兩個問題 其中一個短時間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撕破力不夠平均了 那麼你左手邊或者右手邊 就是要靠一隻閘上來去拉邊的嘛 那麼今天我們見過就是馬歇路上來拉的 但是始終馬歇路是一個左後位 那麼他始終不可以說插入插得這麼頻繁 不可以好像曼城的利萊薩一樣 不斷嘗試這樣做的 他始終都是要兼顧隨時回去防守的嘛 那麼如果4-4-2的撕破力是可以的話 就不會慢慢隨著歷史的演變 演變成4-2-3-1啦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長時間的問題 就是會局限了EC高的進步的 今場賽事我已經比較少見到EC高在禁區頂啦 其實巴爾的受傷呢 是令到黃馬沒有了一隻綠葉 但是這一段時間 其實盧卡斯華斯基斯是一個好的綠葉旗子來的 但是C down就沒有什麼怎樣用到他 11分鐘啦 人家一個高波上到來啦 今天正選的華利組呢 就是被人得開了的 那麼另外啦 一個界外球釘進來 隊長的沙治奧拉莫斯 都被對手閃了進去著數位 在禁區裡面有射門的機會 那黃馬呢 前面的撕破力不是很夠啦 空扣時間就沒有那麼多啦 那麼對手呢 就是受的壓力少了 反過來可以攻回下來了 也都可以製造到一些險情呢 在黃加馬德里的後防那裡出現 那近期黃馬的後防穩定性也都不是太過好的 那對手今天其實呢 就不太死守的 理論上黃加馬德里都可以打一些反擊啊 中短期進攻 那但是我見到呢 在上半場他們即使有這些機會都好 球員在前場的無波走位分攻都是不清晰啊 那證明了呢 他們依然不是很熟悉這一套4-4-2 或者呢 最新棋位的方法的哦 那講到主攻方面啊 那他們都是明買明賣斬波啦 或者27分鐘施朗拿到自己找個位去遠射啦 或者34分鐘斬入去 被施朗頂頭鎚 那這次馬歇路就斬得比較後啦 那所以施朗呢要向後跳 都叫頂得OK的 其實狀態就不是說好差 就只不過沒有去年那麼瘋了 那又或者啦 40分鐘靠死球戰術啦 那角球斬入去的卡斯米洛用頭鎚開到紀錄 那不過真的要靠對手犯錯哦 那這個球在前柱 他們沒有辦法頂出去 那這個是大忌來的 那不過啦 你真的要等到對手犯錯才能入到球呢 也都反映了你的主攻力是欠奉啦 那不過用到角球可以開到紀錄都挺著數的 下半場了哦 那基礎就沒什麼變 那所以主攻力就差不多啦 那反擊機會來看呢 都不是說多過上半場很多而已 因為0比0的時間其實王馬都有反擊機會的 那因為對手今天呢 都可以說是幾進攻擊 拉斯彭馬斯的20號仔佩雷斯 在禁區的邊緣強行呢 就突破進去禁區裡面哦 那這次呢就是卡斯米露本來是看著他的 但是近期都有人說他體能很差啦 那真的哦 這次的腳步是比較慢 真的被對方閃了去禁區裡面 那追到他之後呢 卡斯米露就發揮了一種陰濕的招數 他知道球證就在後面 那所以即使扯衣都好 他都故意是拔對手前面的球衣 那也就是說呢可以利用到對手的身軀 去遮擋住這個拔三的動作 結果真的被他成功拔低對手之餘 也都不需要輸12馬的 那這個當然是聰明啦 但是就的確卑鄙 不過啦 估物論怎樣都好啦 作為防守球員呢 你清楚球證的位置都算是其中一種能力來的 55分鐘啦 那王家瑪德里的第二個入球呢 都是間接因為佛球而產生的 都是死球啦 那佛球斬入來 龍門呢 就是打出來的位置就是不太漂亮的 過分正宗 那翻出來呢 就世界球出現了 那當然啦 這個就是阿辛斯奧的特點 動作流暢 接觸球的時間掌握得非常之好 實在太過美妙啦 在眉底那裡入 龍門的位置是怎樣呢 相信都沒有辦法去救啦 那當然啦 我們明白雖然暫時阿辛斯奧這個位置上面呢 是令到王馬的主攻分攻是非常之混亂 但是斯丹始終都是喜歡用它啦 因為實在是懂得變魔術的 那入了兩球球之後啦 王家馬德里的全球呢 才叫做爽朗一點點 那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0比0的時候 為什麼你又做不到呢 那即使呢 就是全球好了 爽朗了 但是他們都還是要靠斬波 和軟射的喔 67分鐘啦 卡斯米露終於可以休息一下啦 那斯丹將他調了下來呢 都算是OK的選擇來的 那讓他休息一下啦 那希望未來的國家隊的賽事 就不會用殘卡斯米露啦 巴西國家隊 73分鐘啦 那對手呢 就高位壓迫 那沒有收回來呢 就是防守的 那這次王家馬德里終於做到個有效的反擊 那其實今次呢 由手轉攻的速度就已經不是太過快啦 一段時間才找到超連結人的阿辛斯奧 不過啦 真的要讚一讚阿辛斯奧 第一時間傳上來呢 就令到那個反擊開始加快啦 那找到斯朗的 斯朗在中線傾右的位置 打橫傳給殺上來的阿辛斯奧 阿辛斯奧呢 就超連結人一比 右手便就通了給斯朗走一段了 那斯朗雖然呢 今天是比較心急想開齋入球啊 但是這一次的傳中呢 掌握時間很好啊 第一時間傳 完全沒有浪費時間 也都令到呢 就是伊斯高 可以判斷到的球幾時到啦 3比0 那這個反擊分工就幾好啦 可以鼓勵一下 那但是以後啦 黃馬再想有這些反擊機會 就真的要先拿到第一個入球才行的喔 所以拿首個入球的方法 通常都是要主攻 但是他們的主攻力 還未見得很好呢 那講到黃馬近期的陣式啦 斯朗都試了很多種啊 那無風陣 踢過兩次之後呢 就好像沒有了件事 那現在呢 就試一下用4-4-2 其實效果都是一般的 那對比起呢 現在踢著主攻的曼城呢 都還差一匹 那如果真的要好像曼城這樣主攻呢 就真的欠一個左邊的六頁啦 那巴爾 如果好回來 或者將他試一下放在左邊呢 那路卡斯、華斯基斯 右邊這樣 那跟著 如果真的要阿辛斯奧和伊斯高同時上陣的話 我就會選阿辛斯奧 不如試一下踢進攻中場 而伊斯高就不妨試一下踢 現在呢 摩特利或卓奧斯那個位置 那因為去年呢 伊斯高都證明了給大家知道呢 他的防守能力呢 是進步了不少的 很全面的啦 可以踢中場中派牌 或者協防的位置 這樣的話呢 就會最有效率地演繹4-2-3-1 因為伊斯高和阿辛斯奧 真的分工上面一前一後 河水不犯井水的啦 但是 這一種做法也會阻礙伊斯高成為世界頂尖的 進攻中場步伐的喔 那看一下斯丹可不可以跟伊斯高聊一聊啦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今次呢 就是王馬的蔡侯萍 今晚8點半鐘啦 還有直播的 一起打FIFA18 和玩Career Mode的喔 那大家記住啦 11月18號星期六 晚上8點鐘啊 有何鷹的現場看球活動 現場評述 阿仙奧對熱賜的 那怎麼出席呢 那這條片下面的一個詳情 是會教大家怎樣參加這一次活動 亦都可以去Facebook Group FIFAHK裡面 有教大家是怎樣參加今次的 現場一起看球活動的喔 好啦 希望見到大家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亦都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那如果大家想鼓勵一下小弟 亦都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是插了廣告去的話呢 你播完它就OK啦 那今晚見啦 拜拜